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大同區的大橋頭米糕 那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那這次就吃別種的 米糕是一定是同一種 但是湯是不同種的 那這邊就有他們的營業時間 那剛剛有真的老闆同意 那拍攝就是這個,豬肝這些都很新鮮 老闆你好 那我今天我就想要這個雙拼 雙拼,雙拼就是 不是那個米糕雙拼的 大哥你要一起收放一起 對對對 然後還有雙豬 那年輕老闆的速度超快的 大哥來,再麻煩你 雙豬一個,謝謝 大哥等一下阿湯一定會幫你裝過去 再麻煩你一下 謝謝,老闆超親切的 像有戀愛的感覺 哈哈哈哈 那這個就是 本日的第二回合 好,當當當,這個是本日第二回合 有肥有瘦,這樣可以了吧 不是只有是肥 然後再加上這邊的 特製的蘿蔔乾 辣蘿蔔乾 然後再加上這邊的醬汁 然後再加上這邊的醬汁 哇,好迷眼阿 好迷眼的古早味 又好了喔 感覺這口水又分泌出來了 好 好 再讚,先從肥的開始 好,不會滋滋滋萬歲 肥滋滋的好 嗯 好,淋上他們這邊的醬汁之後 就是一個很古早味的感覺 然後這個 油脂阿 融到這個米糕當中 很好吃的古早味 記得他們之前好像得必比登吧 好像是阿 我不確定 但至少他們的東西是很美味的 很燙口 好,那這樣老闆又很親切這樣 所以就是這個 又有古早味,然後又美味 嗯嗯嗯 然後好吃的米糕就是一定要配一個滷蛋 在北部算是蠻好吃的米糕店 很好吃 嗯嗯 然後就喊了,應該要鎖 喔 老闆你看後面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很親切 吃這個東西還是肥肉好吃 說真的啦 肥滋滋的東西 融到他這個米糕裡 真的是很香 瘦肉就是一塊瘦肉而已 就這樣 就瘦肉甘甜味而已 嗯 敢吃肥的人就勸你吃這個肥滋滋啊 醬龍沾的米糕味道 好有feel啊 喔喔喔喔 好吃 分數打過不打了 每個人都是要加辣椒 所以跟這個菜脯啊辣椒都是 必加的 好 很好吃喔 那這個是米糕部分 雖然拍過 但再度回味也是很美味的 好 我愛的M粉你就吃吃看 記得回來台北要來這邊吃喔 這蠻傳統的味道 讚 記得像我這樣加 加醬汁再加這個蘿蔔糕 很美味 好這個是肥瘦大 肥瘦 好它上面寫大綜合啦 大綜合 好就這個啦 大綜合 然後蘿蔔糕就是香香辣辣 香香辣辣的這樣子 好再來我吃這個就是不一樣的 雙豬 哇 那那個蘿蔔糕好辣喔 豬血加豬肝 這個是比較少的組合 好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應該是不錯 豬血好像蠻嫩的 裡面還有那個 阿神喜歡的酸菜 很好吃喔 這個古早味 湯頭裡面就是有沙茶那種 有點沙茶 然後酸菜 韭菜這些 薑絲都很香 其實最主要主體的味道就是那個 沙茶醬跟 酸菜的味道 很香 喔 讚 嗯嗯嗯 喔這個湯頭很好喝喔 這種古早味 好每個人都大哥 像我也是大哥 好聽到了喔 肥的是五花 好看這個豬血 讚 嗯嗯嗯 這樣挖後起來真的好舒服喔 都沒有這個名店的架式喔 就是不會擺架子 好這豬肝超嫩的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 感覺就很完美喔 這是這個老店 然後又親切 東西又好吃 就這樣就ok了喔 這樣感覺非常的舒服 前一家也很親切啦 但是那個老闆娘有點害羞 吃得好飽 看起來味道很濃郁 湯頭味道很濃郁 就是該有的味道有 但是不會說過鹹 好吃 蠻推薦的 豬血跟豬肝都好吃 不錯很推薦 就算只吃這裡的話也會很飽 因為我今天想說好久沒有來這裡 所以就是撐一點多吃一點 拍個兩家 讚 都很新鮮 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喔 又很新鮮的豬肝 豬血又煮得很柔軟 好吃 然後很多酸菜 好吃 然後這個分數我覺得是98分 那總共是140塊 我應該沒有說錯 然後 圖片都在這邊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是米糕的介紹的部分 那這邊就有這個米糕的製作流程 可以看一下 所以算是蠻用心的店家 我剛剛前面一家也是吃140 那覺得老闆蠻親切的 可以來吃吃看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